在那聊下原神可能接连动吧 还没去吃或者准备去吃的饱子 可以做个参考 大家也不用怕什么射死 不管你是买59的还是69的 都不用喊口号 点完直接端走就完事了 12号晚上我就大老院的开车去取了 也是碰到了几位真爱当 盛装靠死而来 但总的来说体验感几乎为零 虽然69的套餐给的流马确实很好看 但我还是要强调 原神主题店的体验感真的差到爆炸 原因是单独到离谱 由于采用了预约的方式 店里只管做就行了 一进店铺就是密密麻麻的待举套餐 前台被爆单折磨了整整一天 很明显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就算有人想在店铺里就餐 点59的套餐 他也会婉拒 告诉顾客说 今天用原神联弄爆单了 根本做不过来 要等很久很久 可以去其他的KFC店里吃 更要吐槽的是 汉堡里菜都给我省略 汉堡皮上连芝麻都没了 甚至辣饱都给我变成金翠堡 气得我视频都忘拍了 我当场直接 至于店里嘛 简单的摆设 说这话 也看不出啥原神元素 雨昕说 这一次原神与KFC的联统 倒不是说是一次原神周边 在肯德基的大型出卖会 但前提是 绑定实物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赤板 听我的 无脑宣布是有的 毕竟线上线下外卖都能搞定 如果你为了周边 69的流码 肯定要比59的八级更强 收藏价值也更高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选择两个都买 但必然要遭到一次 糟糕的线下行业 不过呢 我们可以尽量的预约晚一点的时间 然后你别踩着点去 稍微晚几分钟过去 可能会有所缓戒 但我估计广东的兄弟 应该没有这种烦恼吧 原神主题店 他占了半壁江山 KFC联动的爆火 也再次印证了原神的热度 并没有退缺 反正我在门口站了半天 有家长带孩子来买的 有好兄弟一起来买的 也有好姐妹一起来买的 更有情侣一起来买的 总之受众群体 肯定都是年轻人 那些喊着不玩不玩的玩家 已经会为了原神周边去冲一顿肯定机 但我觉得吧 完全可以把69的套餐也开放线上购买 即使限量也会比现在的体验好很多 现在主题店也可以更原神一点 对了对了 魔法特调 我个人觉得挺奥和的 我看很多人吐槽这玩意 我表示不理解 然后呢 买了套餐的兄弟 可能不知道马在哪 我们直接去KFC的APP 或者是小程序的卡卷里 找到这个联名券 就能看到你的兑换码了 当时买完没有 咱得稍微等一会 17号开始可以兑换 现在还不用急 最后祝大家都能顺利拿捏心意的周边吧 白了个白